春节九天连假 许多在外地工作的族人 纷纷返乡和家人团聚 部落添加不少人气和热闹 但假期过后 部落族人忙着打扫家园 也清除不少垃圾 这个几天累积很多垃圾吗 很多啊 大概比平常多多少 应该一倍吧 还是两倍 那你的垃圾有没有分类好 有啊 照这个就知道了 所以都剩三位狗啊 九天期间 除了返乡民众 台东境内更是吸引 超过35万的旅游人潮 相较去年增加10万人次 却也制造不少垃圾量 台东县环保局指出 光是市区就大约产生 653公吨的垃圾 垃圾量比平常多出了四成左右 这个九天下来大概653公吨 今年的春假我们台东游客很多 所以可能这个游客带来的垃圾量也是蛮高的 现在目前垃圾的处理是各工所都压力蛮大的 因为我们全县的13座野蛮厂都机油已经满了 台东县垃圾长期仰赖外现是带烧 但全国的焚化厂 大部分也陆续进入研绎工程停炉 台东县环保局认为 建立在地垃圾自主处理机制 才是残久之计 可重启焚化炉或建制NBT 也就是机械生物处理垃圾系统 焚化厂的启用是一个选项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 再过来就是NBT厂 就是欧洲的那一套机械生物分悬的系统 不管是用焚化厂或者是NBT厂 这两厂的建制或是焚化厂的修缮 都需要时间 台东县环保局呼吁 垃圾处理问题刻不容缓 垃圾减量需要靠全民从源头做起 平常加强分类 因为美丽的环境家园 需要大家共同守护 原则新闻物质台东市台东达人参访报导